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说一下中国政界出现的一件比较奇特的事情 这就是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他突然出现在中国驻外国使节的工作会议上 这一次中国驻外国使节的所谓外事工作会议 他是在7月17号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就会见了这些中国的驻外使节 并且和他们合影留念 当时和习近平一起参加会见的 有中央领导人王沪宁、丁薛祥、杨洁篪和王毅 其中王毅他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所以他毫无疑问 他是必须要出席这一次所谓驻外使节会议的 那杨洁篪他是中央外事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所以他要出席这次会议也是合情合理 那丁薛祥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那他陪同习近平出席各种活动是一个常态 所以他出现也是合情合理的 最不合情合理的就是这个王沪宁 因为根据中共领导人的分工 王沪宁他是主管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 他和外交工作可以说毫无关系 那为什么这个王沪宁他突然要出现在 这个中国驻外使节的工作会议上呢 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和热议 而且王沪宁他在这一次会议上亮相啊 不仅是仅仅说他出现一下就完了 而是表示他今后除了主管这个宣传工作之外 他还要主管至少是一部分的外事工作 要不然他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外事工作会议上 那么这个王沪宁本来是一个和外事工作 应该完全没有关系的人 他突然出现在这个外事工作会议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啊 现在呢中国啊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 那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认为啊 这个习近平是特别信任王沪宁 所以呢他就让这个王沪宁啊 来帮他分管一部分的外事工作 让他分担他一部分很繁重的外事工作 因为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呢 北京政府可以说他的外事工作量是大大的增加了 那么习近平一个人全部负担这么多的外交工作 他也感到力不从心也管不过来 所以呢习近平就想有一个人来帮他分管一部分的外事工作 当前北京主管外事工作的最高机构呢是一个叫做中央外事委员会的机构 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亲自担任中央外事委员会的主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副主任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担任委员 那么专门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呢 他是担任办公室主任 也就是说啊 这个最高级别的中央外事委员会是由国家主席 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组成啊 这是一个比较合心合理的构成了 那么如果按照过去这个中共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来说呢 如果习近平他的外事工作很忙忙不过来 那么他就应该把这个外事工作委员会这个副主任 李克强或者是他的委员王岐山啊 就请他们来分管一部分外事工作 这个是比较符合原则的事情 但问题是习近平他又对李克强和王岐山可以说信不过 他就害怕如果把一部分外事工作交给李克强或者王岐山啊 就会是他的自己这个打权旁落啊 所以呢习近平啊 他虽然说自己管外事工作他管不过来 他也要把这个工作交给他 认为是他自己可以信得过的人来主管 那现在习近平啊就选了这个王沪宁 虽然说你要按照这个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 王沪宁本来你不应该去管外事的嘛 可是习近平啊就打破了这个中共过去之中叫做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规矩 就是他想让谁主管什么谁就主管什么 他根本不管你这个什么分工负责的什么工作范围规矩 他都不管了 所以呢习近平啊他就让这个根本不该主管外事的王沪宁 来替他主管一部分的外事工作 这样呢可以让习近平感到比较安心 不至于引起他这个大权旁落的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啊 王沪宁啊就出现在这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 这个呢是关于王沪宁出现的第一种解释 那么王沪宁出现在这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啊 他的第二种解释可以说完全的相反 那这种解释认为啊 就是王沪宁啊已经把习近平给架空了 习近平的很多权力都到了王沪宁的手里 那么这次王沪宁出现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啊 就是意味着习近平他的外事工作大权也已经被王沪宁给夺走了 这种看法呢其实也没有特别有说不力的证据 但是呢主要就是来自网上的各种传闻和传说了 不过现在呢很多人都相信这样的说法 当然这个说法我们说他也是有道理的嘛 只是说呢你并没有很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 因此啊对这件事情啊大家还是存疑的态度比较好 我们看这次习近平和王沪宁等人的这个合影啊 我们看习近平和王沪宁的照片啊 如果你仔细看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坐在前排呢一共是习近平王沪宁丁薛祥 杨洁识和王毅 其中啊四个人就是习近平丁薛祥杨洁识和王毅啊 他们的坐姿都是比较端正的 他们两腿并拢啊两手放在这个膝盖上 显得呢还是比较庄重一些 相比之下王沪宁就是两腿就岔开了 他两手是并容 就放在这个呃就是显得呢比较那个随意 他不是那个手摆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庄重 而且呢这个王沪宁啊 他在照片里的表情啊 似乎比其他人的表情啊 更加显出来某种那个自信啊 就有点像老大那个自信的感觉 当然了这种从照片的这个表情姿态去读解的话 很可能就是一个过度的读解 这个并不能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 那么关于这第二种说法 大家信还是不信 那还是自己去分析吧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7月18号晚上 中国啊负责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刘鹤 和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啊是通了电话 这次呢商务部长中山这些人啊 他们是再次参加了动画 也就是说这次啊 不是刘鹤一个人和美方单独通话 而是和中山他们这些人一起去通的话 那根据美方的报道的 财政部长姆努钦啊 在通话之后啊 他就表示说啊 目前中美两国这个距离达成协计呢 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了 特别是美方啊 对北京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倒退 是感到失望 那么这一次说 这个美方说他们在电话谈判中啊 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倒退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强硬派的这个 商务部长中山加入进来的缘故呢 这点呢我们可以说还不得可知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呢 努努钦他在美国啊 是属于鸽派了 他对中美贸易谈判的态度啊 一贯都是比较乐观的 他多半愿意从一个乐观的角度 来评论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那么这次可以说姆努钦他释放出一个对谈判悲观的态度 所以说可以说预示啊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将来的进展会比较困难 那中美贸易战升级可以说已经难以避免了 那关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这一次的中美贸易通话出现后退表示失望呢 那北京外交部在记者在举行这个例行的记者会上啊 也有记者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不过呢 北京外交部的发言人可以说躲闪不做回答 他深深说他还没有注意到记者说的这个情况 那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没有注意到姆努钦说的话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嘛 因为这是一个中美贸易谈判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不注意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呢 但是呢外交部发言人他故意避开不答这个问题呀 估计就是中共高层呢 他还没有统一口径 就是中共高层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这样一来呢外交部发言人啊 他也只好是避而不答嘛 不过呢 对于这一次中美双方的电话会谈呢 美国总统川普却给了一个不同的说法 川普昨天啊 在白宫就对记者说 说姆努钦部长确实和中方有过一次通话 他们谈得非常好 川普又说啊 我们正在跟中国打交道 他们的情况不是很好 他们今年是27年来最差的一年 我们是历来最好的一年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川普说啊 这一次电话通话 美国和中国谈得很好啊 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好 而很可能啊 只不过是因为他想要安抚一下美国的股市 因为如果说川普他说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谈得很不好 那么就很可能引起美国股市一个暴跌啊 而现在美国股市正在创造一个历史的新高 所以呢 川普也想保住这个股市这么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故意放出一个很乐观的气氛 就是安抚啊 这个股市不要出现不安 所以他就说啊 这次谈是谈得很好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么一个大背景呢 就是我们宁可相信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的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出现倒退这个情况 倒可能是一个更加真的情况 另外呢 美国在这个伊朗的核问题上啊 又宣布对五个个人和七个实体啊 进行的制裁 其中呢 包括四家中国的公司 对此啊 北京是表示坚决反对 并说啊 就这个问题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交涉 那美国对中国四家公司进行制裁呢 无疑对这个中美贸易谈判起了一个雪上加霜的作用 他就会推进啊 或者说助推这个中美贸易战是进一步要升级了 那么我们看为什么现在中美贸易谈判这么难于进展呢 其实啊 他跟北京习近平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打贸易战的目标 或者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贸易谈判目标是有直接相关的 那美国打贸易战也好 他们贸易谈判也好 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为了平衡中美贸易的逆差 要终止中方对美方的所谓不公平贸易 所以呢 美国啊 就向北京提出了很具体的八项要求 那么相反呢 北京面对这个美国的八项要求啊 他们提出一个对抗措施 就是所谓的三大底线 那么北京的三大底线是什么呢 那么北京提出的所谓中美贸易谈判的三大底线呢 第一个底线就是要达成贸易协议的话 美国所有的这个加深的关税都必须全部取消 第二个呢 是中方对进口美国商品的采购数量不能轻易改变 第三个呢 就是本文的平衡性 说这个贸易协议的本文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尊严 如果我们从外交谈判的角度来看的 北京提出的这个三大底线 根本其实不能成为一个谈判的底线 如果你要把这个三条当做一个谈判的底线 那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第一条 比如说北京说他要达成贸易协议的话 那美方必须取消所有的关税 如果你在这里面加三个字 就是说美国必须无条件的取消所有关税 这个呢 你还可以成为一个北京的谈判底线 但是呢 如果你去掉无条件三个字 这个就不能作为谈判底线了 那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在1900年 当时八国联军就入侵中国 后来呢 清政府就和八国联军进行了谈判 在谈判之后呢 八国联军就答应他们全部撤出中国 那么八国联军为什么会答应撤出中国呢 就是因为清政府答应要赔偿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么一个巨额的赔款 就是满足了八国联军他们撤军的要求 所以他们也就撤军了 如果当时清政府宣布说所有外国军队必须撤出中国 这是中国谈判的底线 那你这个底线不是很荒谬吗 因为当时候中国和这个八国联军谈判之后 八国联军的确也都撤出了中国 这你能说是清政府赢了吗 这是清政府的胜利吗 显然不是这样 因为八国联军撤军并不是一个无条件撤军啊 他们是有条件撤军 就是在清政府答应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之后 他们才撤军 等于说你用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换到的八国联军撤军 所以你把这个八国联军的撤军啊 你绝对不能说是清政府和对方谈的一个底线条件 这也不是清政府胜利的标准 那么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其实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北京做出一个非常巨大的让步 达到美国的要求 那么美国也是可以取消所有关税的 但是呢 美国这个取消关税啊 是北京做出一个巨大让步换来的 它是一个有条件的取消 就是取消关税 不是说无条件取消关税吗 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北京的让步 只要是说美国取消关税就是北京的胜利 那么当年那个大清国也可以说他们是大赢家了 因为当年这个清政府也可以说啊 他们和八国联军谈判的底线 就是八国联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 最后这些八国联军真的都撤军了吗 那么清政府就可以宣布他们又成了大赢家了 所以呢 清政府和八国联军谈判撤军这个例子就很容易说明啊 只有北京你要加入无条件 就是美国呀 取消关税的三个字啊 你要要求美国无条件取消关税 你才能成为你的底线 如果你没有无条件三个字 你就是有条件了 如果你北京用一个巨大的让步来换取美国取消所有关税 这个根本不能说是北京赢了 你更不能作为一个谈判的底线来对美国提醒要求 那北京提出的第二个谈判底线啊 就是说对美国 就是说当时北京承诺要进口美国的商品 这个采购数量啊不能改变 那北京其实这个第二个所谓底线要求啊 也是一个很荒谬的 因为谈判就是双方讨价还价嘛 所以北京对美国采购这个货物的数量 其实是一个最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啊 也是一个最可以改变的东西嘛 北京就可以说我们增加这个采购量 来换取美国在其他方面的让步 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的筹码 如果说北京说我们这个采购数量就不能变 那你也就没有办法来换取美国在其他方面的让步 这个呢并不能使北京在谈判上具有什么优势 更不能作为一个赢家的标志了 如果你北京真要想当赢家 你就不要采购美国货 一旦你采购美国货你就已经输了嘛 买都买少那只不过是一个五十步 效百步的问题 如果北京你把采购数量作为一个底线 就等于是你把后退五十步作为一个底线 你说我的底线是只能后退五十步不能后退一百步 你这样一个底线不是极其可笑的事情 那北京说的第三个所谈判底线呢 就是中美贸易协议中的本文啊 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尊严 这个说法也是极其荒谬的嘛 我们再看前面那个例子就是新政府和八国联军签的 丧权辱国的薪酬条约 其实如果我们看新手条约的本文当中啊 没有任何侮辱中国或者是说对中国不尊敬的词句 我们大家之所以觉得这个新手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是因为它的内容 是因为它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所以这一次中美贸易协议啊 里面也不可能出现侮辱中国的词句 或者是出现对中国不尊敬的词句 这样的担心肯定是不会出现的 现在北京担心的所谓国家尊严啊 也是在这个协议的内容上 而不是在协议的文字上 因为北京担心啊 如果这个协议这个条约里面出现一个 北京啊对美国大幅度让步这么一个条款啊 就会让中国的老百姓感到有一种丧权辱国的感觉 所以呢北京啊就要求美国在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当中啊 就要隐瞒不写那些对中国不利的条款 就是把中国那些不利的条款作为一个秘密协议来处理 这就是所谓北京提出要对这个协议本文啊 要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尊严这么一个问题 但问题是这样的条件 美国显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因为这个中美贸易协议不是一个虚的 不是一句空话 它是要具体要实施要执行的 如果你把这个贸易协议的内容都密而不宣 你这个协议你怎么来执行呢 你肯定没有办法具体来执行的嘛 所以说呢 既然你要具体执行这个中美贸易协议 所以呢协议的所有内容你就必须要公开 这是美国起码的底线嘛 北京之所以想把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啊 搞成一个秘而不宣的秘密协议 就是表现出来 北京其实他就不想执行这个协议嘛 所以呢 美国他必须要公开这个协议 也就是说这个是不能让步的 如果你让步 这个协议就没办法来执行了 那我们再看习近平 为什么会提这样的要求 他等于就是把美国政府啊 看成是中国那个人民日报一样 他就要求美国政府要隐瞒 对他不利的东西 这个还把这个还当成一个是中美贸易谈判的底线 你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很荒谬可笑的 美国是不可能答应是要替习近平来隐瞒 对他不利的东西 那我们上面分析一下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 所谓三大底线 其实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事情 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不能作为一个外交谈判的条件 到桌上来去谈的 那北京啊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种 很荒谬的谈判底线条件呢 估计这个就是习近平本人 他自己提出来的 估计啊 这个刘鹤当时在谈判之前 他就去问习近平啊 比如说我们和美国贸易谈判 你有什么底线要求吗 那这个问题习近平必须要回答嘛 不回答你是不行的 这个底线要求 只有习近平他能够做 就是做决定 是什么样的底线要求 所以呢 只好习近平拍下脑袋 就说了这个三条 他认为是底线的条件 大家都看出来 这个底线条件其实是很荒谬的 估计刘鹤其他人啊 他们也觉得习近平提出这个三大底线啊 是很荒谬 但是呢 也没有人敢来纠正他 所以呢 大家只好错 就一错再错 没有办法有人来纠正 所谓最高领导人的指示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